炎热的夏天 很多人都会选择游泳 作为消暑的活动 光是泡在水里 就显得相当开心 不过对于这人潮来往 频繁的游泳池 其实暗藏许多细菌 为了卫生着想 业者通常会利用氯气来消毒 但有些民众因为体脂关系 容易对氯产生过敏反应 一般氯气过敏的话 轻的话就像一些 轻微的过敏症状 比如说出现烧痒 红斑 那如果严重不治疗的话 甚至还会形成水泡 甚至皮肤泌烂的状态 不过对氯过敏 竟然成了学生逃避上游泳课的挡箭牌 原来光田医院皮肤科近年来发现 每到开学季 门诊就会出现许多 自称有氯过敏的看诊学生 希望医师开立诊断证明 向学校申请免上游泳课 就是诊接目前来的一个病患 他说他是氯气过敏 希望我给他开诊断证明书 经过我给他详细诊断 发现其实他并不是氯气过敏 他其实是内地型的肝线 那因为他本身因为皮肤的症状 虽然这个皮肤病不会传染 可是他个人不喜欢给人家看到 所以他才不喜欢游泳 所以来想希望开一个诊断证明书 因为青春期害羞 选择逃避游泳课 医师提醒学生们 应该要保持健康心态 另外真的对氯过敏的民众 在游泳时尽量避免喝到水 在游泳前也可以先上薄薄一层凡士林 来防水保护皮肤 在淋浴时用肥皂做清洁保养 就能保护肌肤不受伤 记者王胜炫 台中采访报道